大家好,我是Rona老师 大家好,我是佳玉老师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格局是什么呢? 佳玉老师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格局是 天同虚公为反背 丁人画己主大跪 这个格局的名字听起来很特别 跟以往分享的不太一样 因为以前我们都会讲说 分享格局的时候 就是要乖啊,要平顺啊 要乖巧,要听话 怎么这一个的抬头就直接有反背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格局下面的注解 盖天同在虚公本现 如遇丁生人引武功路程 画路更得隐成画己 冲照拱定主大跪天象亦然 家煞生道下局 天同心会在虚位独坐 他人缘好与人为善 那对空会是聚门心 此时呢,我们命盘上面的太阳呢 其实是在落限位上面的 让这个原本内心就带着不安全感的聚门心呢 因为落限的太阳更加的不安 那这样的状况如何煮大跪呢 天同呢,在虚位坐命 官路宫呢,会是天机太阴 台伯宫会是天良心 如遇丁生人引武功路程画路 更得隐成画己 冲照拱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第一年呢,官路宫天机画科 太阴画路 在工作上呢,聪明又善于思考 懂得怎么样计划自己的工作 再加上辅心太阴心属水的桃花心 辅佐着他 除了可以降低天机心 因为聪明而产生的孤寡态度 又增加了天机心人员 以及心思细腻的工作态度 婴儿呢,在工作上呢,可以得到不错的名声跟地位 命宫天同画权 稳定了这个天同心不在乎的特性 个性上呢,也较为积极 对攻聚门画技 太阳会在落势位 使聚门心的内心不安全感加重 画技呢,内心产生了空缺 婴儿也产生了动力 再加上命宫画权 加重想要掌控的个性 第一年五位财博宫会有一颗 露存心跟天良心同工 形成硬露夹硬格 露存心成望天良心 罗金信家 对应在财博宫理财上面的状况相对会比较好 增加理财能力 进而带来财富 而且也愿意花钱照顾人 形成科路权三级加汇 再加上隐位官路工作天机太阴 对攻身位在可借对攻的状态之下 不关线双科双路 身位天机画科 太阴画路照拱 不管在命宫的三合或是迁宫的三合 都有化级的星要 最好是能够会到 诸府右臂天魁天月照拱 那必能主大跪 天相亦然加煞身道下局 天相星在虚位的时候呢 会有跟天同心相同的这个状态 那天相星在虚位的时候呢 是紫微天相同工 对攻会是破君心 但是呢不能有煞心 但如果有煞心的话呢 状况就会比较差 身道下局的意思呢 就是说容易去出家 或者是去修行的意思 也是这个格局呢 最不好的一个状态 因为紫微乘虚欲破君 富而不贵有虚名 是说有机会有钱 但是呢不具备名声 所以相较之下呢 修行或者是出家 是最不好的一个状态 所以古时候的人呢 才会说身道下局 那为什么会有出家 或是修行的状态呢 这个部分啊 大家呢其实可以参考 我们前面就是有 关于紫微天相对攻是破君的格局 他会有特别的说明 那为什么加了煞心之后呢 他就变成要出家呢 其实啊你要想哦 原本一个有能力有条件 然后而且内心充满梦想的 这一个组合 当他遇到了煞心的时候 那煞心呢 他其实是在讲说 我们人类最原始的 冲劲与动力 可是这个冲劲与动力呢 却是古人相对的 比较不愿意去接受的 他会觉得这个是 突破他们的体制 突破他们的规矩 所以加了煞心之后呢 他的这个冲劲跟动力 他在追求他梦想的这个同时 做了一些其他维持中庸之道的人 所不能接受的事情 所以呢 当他被排挤的状况下 他只能去哪里 是不是选择修行之路 让自己的内心呢 让自己的想法沉淀下来 把所有的欲念都抛开 进行了所谓的修行之道 反而对他来讲 会是另外一种选择与状态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天象在虚的这个位置呢 加了煞之后 会有这样子的陈述与解说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格局呢 到这边就结束了 帮我们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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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